臨終一戰,將於九月舉行 臨終一戰,將於九月舉行 但最近卻有一場番內篇 鍾培生竟然逃避與現職帝風金融集團董事總經理的李進亨 Henry,對戰 臨作今日在社交網上再一條1分40秒的短片 見Henry怒氣匆匆向鍾培生現場挑機 他說,你之前未挑我機 好久才見到你,不如現在打了先啦 鍾培生反問,你給幾錢和我打啦 Henry解釋,你拍片好不尊重我們教練團隊 好不尊重Nana,香港泰拳拳後陳海蘭 不尊重我們 此時,鍾培生想離開 指自己從來沒有不尊重,表 不想理會對方 Henry即用鍾培生的口頭閃說,不好說 多野,你還那格我喇嘛 這間no bullshit,let us go 現場見Henry步步進逼,問對方 否驚,鍾培生爆粗說 You sucks,還反擊 我爲什麽要跟你打,你 No one,我夠話可以站 保證這裏的人,沒事的 最後有人前來 家,當鍾培生趁機離開後 Henry則說,你說不打不緊要 是教育緊她,作為一個運動員 唔可以這樣,唔中 邊個就拍片,就上擂台同人打架 依家可試下先,Nana 就唔夠打架啦,可以同我打下先 大家都是打拳,好感,大家都有努力的 事件起因,是今年5月1日臨 進行處男擂台戰,鍾培生到場 並在IG story開律跡向臨作 練,兼為香港散打冠軍李進亨 Henry,挑機眼見二人中 碰練,一直在旁邊食花生的臨作 渣中山歸宿,並 清,中山都市欺善怕户 欺負弱者怕強的門外看 生如臨作,打 專業級教練兼身家有番距禁上下 Henry,燒